但老高这路角是看家的角 你知道吗 这是职工之令 动着眼往老艺术家那个道上挪的 什么人端这么买 郭德纲口中的艺术家 德云社当之无愧的二把手 德云总教席高峰 2010年底到底做错了什么 被千人围堵在德云社门口 郭德纲又为何冒着德云社倒闭的风险 也要将高峰护在身后 事情还要从2005年说起 高峰凭借出众的才华和扎实的功底 拜师范真玉和金文生两位大师 两位老前辈都十分看重高峰 曾多次向郭德纲举荐 碍于当时德云社事业刚刚走红 郭德纲无暇顾及未曾见面 一次郭德纲回到天津 看望金文生老先生 酒足饭饱之后 金先生想到了高峰 德纲这次你一定要见一下高峰 郭德纲想着能被两位先生极力推荐 此人一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郭德纲就答应一定见上一面 可没想到当时高峰在做实验 直到深夜11点才联系上 老郭等了一晚上终于见到了本人 哎呀 一直打电话打不通 指定我做完实验 从实验室出来得将近10点多 快11点了 还收到这个电话 就说明一直在打 赶紧来一趟 郭德纲在这 这是老爷子原话 2005年67月份 高峰正式加入德云社 成为郭德纲的左膀右臂 如今的高峰被称为德云社的镇宅之宝 担任德云总教席的身份 鸾云平 岳云鹏 张云雷 秦潇贤等人 都曾跟高峰学习过相声 这么多年他从来不争不抢 为郭德纲做最坚实的后盾 郭德纲曾评价高峰 他一本书一天能被一百多遍 你说这是正常人吗 高峰简直能用惊为天人来形容 而老郭当初也万万没想到 高峰以一己之力挽救德云社危机 一战风神 他说是我们后台最用功的演员 用功勤奋刻苦 他背什么地理图 一天能背一百遍 你说这是正常人吗 就那一天 一天就够了 此刻的老郭怎么也想不到 让他等了一夜的高峰 会成为德云社的恩人 2005年11月5日傍晚 德云社在天津的首场演出即将开始 这次专场堪称老郭衣锦还乡制作 更是为了德云社在相声界站稳脚跟 为了这场演出老郭费尽心血 倾尽德云社之力 可就在万事俱备时 命运却给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演出当天 金金两地突降大雾 德云社全员被困在高速之上 原本制定好的计划全部打乱 老郭心急如焚寸步难行 眼看着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开场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 郭德纲一把拉住高峰 高峰你快换上大褂 帮我救下场 高峰毫不犹豫登台演出 这场西征梦说了半个多小时 台下掌声不断 对西征梦一句都不会的高峰 竟将这个段子捧得滴水不漏 就这样高峰忙捧西征梦 一战封神 成功满救德云社的危机 这一刻老郭终于明白 范振玉金文生两位先生送给他的 究竟是怎样的一块美玉 西征梦即将结束时 德云众弟子赶到天津大剧院 老郭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 加入德云社之后高峰从没让郭德纲 失望过 老郭曾当众表示 德云社里如果说我是一把手 高峰绝对是无人能比的二把手 凡是德云社火了的孩子 头一个都得先从高老师去开刀 得先骂完高峰 然后再膨胀 这是必经之路 高峰的实力就是他最强有力的武器 也是郭德纲最大的安全感来源 中国夏儿界50岁以下的演员来说 如果说按基本功来说艺术水平 前三名高峰占两名 前三名高峰占两名 郭德纲给出如此高度评价的高峰 怎么都没想到杂卦会给自己惹上大麻烦 甚至险些连累德云社关门大吉 在德云社的17年时间里 这是高峰唯一一次严重翻车 时间回到2010年2月17日 这天郭德纲带领德云社众弟子 在天津体育馆内演出 高峰搭档占云平表演 不说相声说足球 里面有一小段是杂卦国足的 行什么那冠军是北京国安队 咱抛开吉他的 你说什么假球啊 什么内定啊 这咱都不谈 至少赢得很侥幸 这是史上分数最低的一个冠军 德云社以外不是没有说过 关于国足的相声段子 甚至在很多小剧场 杂卦国足反而效果特别不错 可包括郭德纲在内 没有人想到高峰杂卦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高峰调侃国安队的言论迅速发酵 控制不住 大量的转发 评论激起国安球迷的愤怒 德云社门口聚集了大量的国安球迷 怒气冲冲的高声呐喊 交出高峰交出高峰 郭德纲德云社交出高峰 据悉当时场面一度失控 德云社只能选择报警 警察经历三个小时 总算遣散了球迷 此刻高峰坐在德云社几近崩溃 郭德纲看着他满脸担忧之情 平静之后 郭德纲将高峰接到自己家里去住 这晚高峰突发疾病送往医院 动了个小手术后 在医院住了几天 病床上高峰拿着手机 看着球迷们各种质疑 愤怒的言语 甚至他的家庭地址都被曝光出来 德云社一度闹到关门的地步 不久高峰公开发表致歉信 足球风波才慢慢平息下来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观众朋友们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吧